我韩家没有两女共事一副的惯例 你洪家的荒唐要求 我韩家绝不会答应 韩伯父 您或许还不知道 小侄前些日子 已经正式成为风雷北阁的内阁弟子了 怎么会终于来了 韩伯父 我洪家今时已不同往日 想必天北城没有比我更合适的女婿人选了 您说 对吗 无论你洪家将来在天北城地位如何 我韩家女都绝不嫁洪家人 韩伯父 我已经派了两名长老去请寒雪了 这是 空间之力 看来是在空间通道中 被那股空间之力摧残时 所以遗留在体内的 萧原先生 喝点水吧 还好有那位神秘前辈相助 不然的话 恐怕大家都已葬身万舍下了 多谢 不用 你留着吧 说起来也奇怪 一般若非认识的 很少有人管这等邪识 这世道还是好人多的 正如韩小姐与我素不相识 却救了我一般 对了 你的伤势恢复得如何 一路失误颇多 倒是忘了多关心关心你 那么 一个人来中州 一路上定是不易吧 我是与有人一起来中州游历 不料在空间重中遇险 幸得韩小姐所笑 在下感激不已 他内伤果然极重 那位前辈应该不是他伪装的 不必如此客气 你体内伤势不轻 尽量多修养 多谢韩小姐关心 这点伤无大碍 小心 有埋伏 有人附近撤队 那怎么回事 快快快 回来 快 回来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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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是红家人 韩雪小姐 我们红家家主有请 还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走 小姐 走 没事吧 果然是你 啊 啊 这就是 小炎兄弟 这 就是那位 神秘强者 先解决了这两个麻烦再说 阁下面生得很 想必 是第一次来天北城吧 带着你的人滚 阁下 想必没听说过红家吧 在天北城得罪了红家 我说 滚 哼 狂妄的小子 你以为凭着偷袭击退了老夫 就打得过我二人 你们修整一下 我来收拾他们 这小子 竟敢如此嚣张 都扫 嗯 这小子 竟敢如此嚣张 都扫 嗯 你 哼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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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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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的斗气融合技 只是很可惜 你面对我没有用 可怕 走 此人太强 退 既然动手了 自然不能轻易离去 他们 便由你来处置吧 多谢萧嫣先生出手相助 不到三个回合 便能直接生请两名四星斗火 放眼我们寒假 也难寻几人没有这等实力 整队 立刻赶回寒假 是 刘家姐妹 不嫁也得见 你皇家可别太过分了 红尘 你要是敢动我妹妹 我一定会让你不得好死 韩伯父 要是你出了什么意外 一会儿寒雪来了 我可不好交代呀 父亲 姐姐 我回来了 我说什么 你怎么下枝 这 嘴 好 好 好 雪儿 你没受伤吧 啊 韩月雪姐 这缘分也太奇妙了吧 这两个老家伙 连个窦王都抓不住 真是丢人现眼 韩伯父 这亲 我是决定了 若是你们韩家 不识抬举的话 就休怪我们洪家动武了 我可以给韩家一条路 只要你们韩家同辈中 有人能打败我 我洪家十年内 必不会再找你们麻烦 当然 若是败了 那寒月寒雪 就都是我的人 韩家甚至整个天北城 同辈中人都难有与之匹敌者 这笔事 就是弃我韩家无人 可若是风雷北阁 插手此番争端 好 这场比武 我们韩家接下来 不过若是输了 我嫁你们 但我妹妹不行 依你 先许姐姐也行 妹妹 就等一下嘛 姐 我绝不同意 参战者 必须是韩家人吗 萧衍 韩月学姐 几年不见 别来无恙 姐 你认识萧炎先生 这位是谁 这是我在迦南学院的学弟 萧炎 你们可以请外援 我红尘可不惧这些 一言为定 既然如此 那今日 红某便告辞了 三日之后 我们天师台上见 哎呀 这里实在是太闷了 走 你怎么会来天北城 听说中州丹塔即将举办丹会 我来见识见识 原来如此 萧炎和我一样 是内院的学生 他还是内院强绑榜首 据我所知 能成为迦南学院内院榜首 小兄弟 真乃人中龙凤啊 这位是我父亲 也是韩家家主 韩伯父 过狱了 嗯 鱼儿 三日后 你与红尘的比武 可有把握 以我的实力 要战胜红尘 恐怕困难 但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办法了 童背之中 能进入窦皇层次的 也是缭缭无几 就当作是报答韩雪的救命之恩 以及韩月学姐的同门情谊吧 要不 让我来吧 你 可你的伤势还未痊愈呢 放心吧 短时间内便能恢复 小子硝烟 愿带韩家出寨 这小子 真有战胜红尘的实力 我看够强 不是我不相信硝烟小兄弟 只是那红尘 放眼整个天北城 在同辈中难逢敌手 我对硝烟先生充满信心 希望他可以代表我们寒家出寨 雪儿 你确定 父亲大人 我相信硝烟先生的实力 这一路 我可是亲眼见证 他稍一出手 就逼退了下马 更是在三回合内 以一敌二 生情了红木红烈 我了解硝烟 我觉得硝烟有资格代表我们寒家出寨 你们的眼光为父相见 只是 生情红木二人 红尘也能办到 况且这种鄙视 刀剑无眼 若是硝烟小兄弟 为我寒家出了什么意外 我可过意不去 父亲 你不相信硝烟先生能打败红尘 月儿 雪儿 既然你们对这位硝烟小兄弟很有信心 那让舅舅先来试试 毕竟此事 关系到寒家的存亡 不能有半点收获 舅舅 你 那便请赐教了 若是小子在十回合内被前辈击中一次 便算我实力不济 甘愿服输 看来硝烟小兄弟对自己很有信心呢 这小子还真是狂啊 韩庭可是八星斗花 与那红尘也不相上相 是啊 这小子如此轻敌 只怕是要吃亏 放心吧 我想舅舅虽然有试探之心 但更多的是想用事实为他证明 小颜小兄弟 你可得小心了 我这九转风游步 是我的成名之计 你有试探之心 不定 我这九转鞋 可得有试探之心 你可得有试探之心 不定 看来 你可得有试探之心 不定 你可得有试探之心 他还真能与红尘抗壳 就转 他还真能与红尘抗壳 空净之力 在那儿 你是斗宗 不过是机缘巧合之下 才勉强掌握了一丝空间之力 韩天前辈 承让了 萧炎小兄弟 你能在斗黄级别操控空间之力 真是后生可畏啊 这场比试是我输了 萧炎小兄弟 若我韩家能度过此次危机 你的恩情莫尺难忘 我韩池愿意付出所有代价 是 萧炎 你想怎么样 痛快点 直接杀了我吧 告诉我 魂殿关要老师的弟弟 hour power 想救我老家伙 你还真以为魂殿 是谁都能进去的吗 我说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的耐心可不多了 我告诉你药臣的关押地点 你便放我离开 你没有与我讨价还价的资格 我说 中州西域的名称 文殿在那里有一座分殿 药臣就被关押在那里 不过 那座分殿有一位 斗尊级别的尊老作战 还有几名护法 难道上次我灵魂感应到的 那处大殿 就是名城 说是如此 想必当日那道 极为恐怖的灵魂之力 便属于那位尊老 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些 求你放过我 丹会后若能收复三千燕影火 便是多了分救出老师的底气 不过眼相 还是尽快恢复伤势 帮助寒家赢得比试 姐姐 雪儿 这都三天了 怎么还没出来 她先前就已经受了很重的伤 姐 你说萧嫣不会出事吧 倒是难得见你这么关心一个人 雪儿 你莫不是 喜欢上萧嫣了吧 姐 你胡说什么呢 我才跟她认识多久 姐姐只是想提醒你 萧嫣的确很出色 但这样的男人 很难为谁听没有 而且 她早已经有喜欢的女孩子了 那个女孩 也和她一样优秀吗 何止优秀 就连迦南学义的强绑前三 在她手中也撑不到十回合 她的年纪比萧嫣还小 那样的修炼天赋 几乎紧要啊 萧嫣 萧嫣 你康复了 时间到了 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差不多全好了 走吧 别让韩伯父他们等久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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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家主 你可算来了 我以为你今日 准备霸占呢 洪家主想多了 既然洪家想过 韩家保持十年的和平期 我自然是要来的 不然 倒是服了洪家的好意 那是洪家的家主 洪力 就怕好意没收到 反而将女儿赔进来 不过不用担心 我洪家对媳妇 还是很宽容的 爹 就不要白费口舌了 我时间不多 速战速决吧 你们 让谁出场 你的对手不是我 而是他 你就算要找个替死鬼 也找个像样的方 这人 难道是韩家从外面起来的 对啊 韩家呀 肯定是无人可用了 韩家不可能在这么重要的秘乌中 随便找一个铁死鬼 这不是让我看笑吗 难道韩家以为这年轻人 能与承儿相抗不成 云长老 承儿能胜过他吗 有我风雷阁的斗鸡功法 同辈之中能战胜他的人 在中州或许有 但在天北城还未出现 既然云长老都如此说了 我倒想看看这小子输了后 韩池脸上的表情会有多难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